大家好,麻婆豆腐怎麼做更好吃 今天大廚教你幾個技巧 保證麻辣鮮香又入味,比飯店的還好吃 做麻婆豆腐選擇要以講究 要選擇這種嫩豆腐,口感滑嫩更好吃 改刀切成小四方塊 切好後放入碗中 鍋中燒水 加入一勺食鹽,這樣做出來的豆腐更入味 下入豆腐焯水,入豆腥味 大概焯水三十秒 焯好了撈出,放入涼水中過涼 這樣做出來的豆腐更緊實,不易碎 準備一塊牛肉,改刀切成末 多好後放入盤中 準備一勺豆瓣醬,放在案板上 用刀給它剁碎 加入半勺豆豉,給它剁碎 準備三個大蒜,十個生薑,配散後切成末 鍋燒熱,加入一把花椒 把花椒炒乾炒香 炒至有點微糊 炒好了,倒在案板上 用擀麵杖壓碎 這樣手工做的花椒粉,麻香味更足,更好吃 壓碎後,過濾一下 鍋中加少許的油 油熱後下入薑蒜、牛肉末 把牛肉炒散,炒出香味 炒香後下入豆瓣醬,炒出紅油 炒出紅油後,加入一勺辣椒麵 半勺花椒粉 加入適量的蔥花 炒出香味 炒香後加適量的清水 開始調味 加入少許的白糖 適量的生抽 老抽一點點調色 燒開後下入焯熱水的豆腐 然後煮五分鐘,把豆腐煮入味 俗話說,清滾豆腐關過魚 豆腐多煮一會,更好吃更入味 好了,差不多了,開始勾芡 麻糯豆腐勾芡也很重要 腿澱粉要分三次加入 用勺子輕輕推動 讓湯汁包裹在豆腐上,這樣更入味 加一次以後的芡汁要薄一點 把湯汁勾至粘稠順滑 好了,出鍋裝盤 最後再撒上花椒麵 少許的蔥花 美味的麻糯豆腐做好了 麻辣鮮香,好吃下飯